選戰倒數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19號再度深入 賴清德本命區台南 現後前往五間宮廟 接著掃街拜票 有不少支持者都高呼 總統好 搶著握手 侯友宜廟口開槍 喊話要用生命來愛台灣 也炮轟綠營是貪污一片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一個下午台南跑偷偷 宮廟參拜 拿手機自拍 警問選民的手 支持者相當熱烈 大喊總統好 侯友宜指導賴清德的本命區 強調與民同在 我是人家在這裡 我的兒子也在這裡 未來我有孫也會在這裡 我就不會走你 我是在走音隊 侯友宜堅定信念 告訴選民自己拼死愛台灣 我會賣來 因為那大姑娘請就不 你差不多用你的生命去國際台灣嗎 你不怕生命是你愛台灣嗎 沒有人在說有的人 19號從台南永康歸人走到仁德 侯友宜端正見 要老人家們放心 他說到做到 先碰緊薪水沒漲 物價飆漲 再轟綠營貪污 大家都知道貪污一批 人民的問 怎麼清德說對一驚 他沒想要處理的 我來處理 侯友宜把握倒數二十幾天 喊話拉選票 百姓搶著握手 掃街氣勢旺 信心全來了 記得賴關章劉士智 台南報導 我們 它 雅 雅 我們